日本由四个主岛和六千多个小岛组成 其中九州被东海、太平洋、日本海、赖户内海四个海环绕 是个地理位置很特别的地方 自古以来和中国朝鲜半岛的关系颇为深厚 中国的位置《窝人传》中提到的邪马台国 据说就在九州 虽然叫九州 现在只有岛上的福岗、长崎等七个县 加上冲绳一共八个县 被称为九州地区 这是因为明治时代搞非凡制限 在那之前是有铸钱、萨摩等九国因此叫九州 现在虽然数对不上 但延续了原来的叫法 这次采访北洋水师在日本留下了印记 我们去了位于九州的长崎和福岗 长崎的海岸线很漂亮 登上郭冠山就能看到和香港摩纳哥齐名的世界新三大夜景 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著名的长崎造船厂 现在属于三菱重工 130年前,清国没有大型的船务 要给定远舰、镇远舰这种巨型船只做船体保养 除锈涂漆 换零件就要到日本长期来做 甲午战争结束后 日本把战利品供奉在皇居的祭殿内 名叫镇天府 当时就有很多人举手说想要打捞定远舰 目的是为了摆进镇天府后 能引起天皇的注意表忠心 申请手续相当复杂 战争结束一年多后 打捞正才批了下来 众多申请人中选中了小野龙柱 因为他在皇室、在民间、在政界、军界 甚至在太宰府神宫里都有人脉或渊源 身家背景相当硬起 打捞用了一年的时间 也只打捞上来一部分 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还不行 打捞上来的东西 可以用于提升造船技术的 都给了当时的日本海军 小野用剩下的材料 在自家院子里盖了一个房子 就是定远馆 小野本身是太宰府的神职人员 他家就在太宰府境内 现在他家的院墙被打通 融入神职人员宿舍的大院 房前是停车场 院门被保留了下来 比想象的要窄小 用了定远舰上的铁甲 弹痕留下的孔洞都保持了原样 战争的惨烈触手可及 1894年2月10号 定远舰被日本鱼雷艇击中 失去战斗能力 为避免落到敌人手中 丁汝昌命令炸毁定远舰 在他写给日本舰队司令长官 一东又欧那些寒中 落款隔止水师提督丁 11号服鸦片自尽 13号上午8点 水师提督丁武昌 定远舰舰长刘不禅 刘公岛陆兵队长张文轩 三人自裁的消息传到日军司令部 就此日军占领了威海卫 刘公岛沦陷 但是黄海海战中 北洋舰队也是有战绩的 当年日本从上到下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只要定远舰和阵远舰还在 日本会很危险 日本有一幅著名的画作 描述的就是日本旗舰松岛号 被正远舰击中左舰 28人死亡 68人受伤 后世的绘画作品对那个场景的描述是 甲板上熊熊烈火 四处飞舰的残肢断壁 一名日本海兵留下最后的一句话是 还没成吗 定远舰 还有人为这个片段写了一首歌 勇敢的水兵 三浦虎次郎 当然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定远舰的威武 下一集 在奈良的虚左神社 我们找到正远舰的炮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